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黄太子朱镖去世之后,朱元璋立朱镖的儿子朱允文为黄太孙。 然而,朱允文的生母吕氏是朱镖的第二任太子妃,是在朱镖原配太子妃尝试去世之后才被扶证的。 原配太子妃尝试亦有一个嫡子朱允通尚在人世,朱允通只比朱允文小一岁。 很多人觉得朱允通才是原配嫡子,比朱允文更应该成为继承人。 朱元璋舍弃朱允通,而立朱允文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不过不管怎么说,朱允文成为黄太孙,后登基为帝。 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那么,如果朱镖没有早逝,而是顺利登基的话,他又会立哪一个儿子为黄太子呢? 朱允文是不是嫡子? 网上有很多人说,朱允文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屡是还是妾,即便母亲后来被扶证,他在当妾的时候生的孩子。 依然是数字。 这段话的依据,出自吕氏春秋。 咒母之生,威子齐与忠言也,尚为妾,以而为妻而生咒。 咒之父,咒之母,欲至威子齐已为太子,太使俱法而征之约,有妻之子,而不可治妾之子,咒故为后。 意思是,咒王和威子齐是同母兄弟,他们的母亲生威子齐的时候,仍是妾,被扶证之后才生了咒王。 所以,威子齐是妾的儿子,是数子,咒王才是妻的儿子,是嫡子,最终咒王被立为继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吕氏春秋的原文里,这段话的后面还有八个字,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意思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区分儿子的嫡数,那还不如不分了。 咒王和威子齐的这个案例,在古人的叙述中实际上是反面案例,更何况,咒王和威子齐的故事发生在商朝。 而后世用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周礼,不可能以商朝的案例为依据。 这个案例完全不能说明朱允文不是嫡子。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案例。 武则天和李治生了四个儿子,其中长子李红和次子李贤,是他在当朝仪的时候生的, 三子李贤和四子李旦,是他在当皇后的时候生的。 也就是说,武则天在生李红和李贤的时候是妾,生李贤和李旦的时候是妾。 那么,谁是李贤的嫡长子呢? 答案是,武则天在当朝仪时生的长子李红是李贤的嫡长子。 李贤在封武则天为皇后之后,立嫡长子李红为皇太子。 李红这太子亦当就是二十年,地位稳如泰山, 迎年早逝后还被李贤破例追封为皇帝。 李红去世之后,李贤立的新太子依然是武则天当朝仪时生的李贤, 而不是当皇后时生的李贤和李贤。 直到李贤也被废,李贤才终于有机会上位。 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儿子是不是嫡子, 与他母亲生他的时候,事妾还是妾无关, 只要他的母亲被扶证了,他也就自动成为嫡子。 类似的案例,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 汉武帝刘彻 本是汉景帝的述出第十子, 他的母亲王夫人被扶证为皇后之后, 他也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 汉明帝刘庄,本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述出第四子, 在其母英丽华成为皇后之后, 他也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太子。 所以,朱允文虽然原本是庶子, 但是在他的母亲吕氏被扶证之后, 他自然也成为了嫡子。 我们看史书就知道,在古人眼里, 朱允文的嫡子身份也是无可质疑的。 据《明史》记载, 朱镖去世之后, 如学大家刘三吴就劝说朱元璋, 皇孙世嫡成统, 李也。 接下来,明史又说, 太孙之力由此。 在《明史记事本末》里, 这句话则写作, 皇孙世嫡, 赋予春秋, 正未楚吉, 四海细心。 意思是, 刘三吴力劝朱元璋, 力嫡孙朱允文为皇太孙, 朱元璋听从了他的建议, 皇太孙就是这么立的。 要知道, 嫡长子继承志是儒家的观念, 而刘三吴对儒学颇有研究, 曾担任静将儒学副提举, 后以文学应聘, 入朝辅佐朱元璋, 还负责刊定典章理智, 这样一个人, 不会连嫡数都分得不清。 朱元璋立朱允文为皇太孙的诏书里, 也写得明明白白, 嫡孙允文仪, 9月13日册为皇太孙, 似奉上下神奇以安离术, 告尔臣民响一之息。 就连朱棣, 想方设法打压朱允文的地位, 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 都只能说, 朱元璋不喜欢朱允文, 而从来不敢说, 朱允文不是朱元璋的嫡孙, 身份不正。 可见, 朱允文是朱镖的嫡子, 朱元璋的嫡孙, 这在明朝没有任何争议的。 明朝朝廷的人, 无论如何, 都比现代人更懂得什么叫做嫡数吧。 原配嫡子和济氏嫡子, 谁的继承权在前? 既然朱允文和朱允通都是嫡子, 那么谁的继承权在前呢? 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尴尬的问题。 毕竟论长幼, 朱允文是兄, 朱允通是弟, 而论先后, 朱允文的母亲是济氏, 朱允通的母亲是原配。 我想, 如果朱允通的年纪比朱允文大, 那么这个问题将没有任何疑问, 必然是朱允通的继承权在前。 偏偏朱允文比朱允通要大了一岁。 没有任何明文规定, 原配嫡子的继承权, 排在济氏的嫡子之前, 礼法上只分长幼和嫡数。 而我翻看史书, 也找不到皇家里这样的先例, 一般来说, 历朝历代的皇家, 都会尽量避免这么尴尬的情况发生。 原配去世之后, 皇帝非但不会把嫡子兄长的母亲扶正, 甚至连有儿子的女人都尽量避免扶正, 哪怕他儿子的年纪比嫡子小, 这是为了保证嫡子的地位不受影响。 像朱允文和朱允通这样的情况, 到底谁的继承权在前, 理论上应该是默认按照长幼排序, 但本质上依然要看皇帝更重于谁, 毕竟不管立谁都有充足的理由。 朱允文和朱允通的优劣势对比, 当二选一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的时候, 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对比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朱允文最大的优势在于, 他母亲的家世简单, 不会带来强大的外戚。 朱允文的外祖父吕本只是个文官, 最高做到太常私卿, 他甚至连儿子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 明朝一直对外戚和后宫甘政严防死守, 除了明初需要和勋贵们联姻之外, 明朝的后妃一直出身平平, 甚至选自民间。 朱彪的原配太子妃常侍, 是泰国名将常玉春的女儿, 然而常侍去世之后, 她没有再娶, 而是直接扶正了家世简单的次妃吕氏, 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朱元璋在《黄明祖训》里, 一多次强调后宫不得甘政。 他严禁后妃与外人沟通联系, 哪怕后妃生病, 也不能亲自见御医, 只能让人向御医描述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 朱允文没有强势的外妻家族, 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当然,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 朱允文的优势也会转化为劣势。 那就是在明初, 明朝的开国勋臣们依然强势, 朱允通的旧爷兰玉, 更是异军突起, 战功赫赫。 朱允文和他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反而是他的竞争对手朱允通, 常玉春是他的外祖父, 蓝玉是他的旧爷, 这一批勋贵都相互联姻。 勋贵们更愿意支持的, 必然是朱允通, 朱允文不一定驾驭得了他们。 历史上, 朱元璋在立朱允文为皇太孙之后, 对蓝玉等人大开杀戒, 给朱允文铺路。 而假如是朱镖上位, 朱镖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人, 未必会愿意为朱允文做这些事。 他可能更愿意用相对怀柔的手法, 让这些勋贵们的影响力逐渐淡化。 在这种情况下, 朱允文未必能够上位, 而朱允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他和勋贵们这些紧密的联系了。 如果朱镖登基之后, 不打算对勋贵们赶尽杀绝, 那朱允通应该就可以平安上位。 可是, 如果朱镖和朱元璋一样, 打算对勋贵们下手, 那么朱允通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毕竟, 如果太子的亲族被灭, 这太影响太子的声望和掌控力了。 又或者, 蓝玉在朱镖上位之后愈发的嚣张跋扈, 以至于朱镖觉得朱允通将来无法掌控蓝玉。 亦或者, 这些勋贵外戚们表现出 试图通过朱允通干预朝政的企图, 那么朱镖也不见得会把皇位传给朱允通, 而是会把这些危机都消除在萌芽状态。 所以, 无论是对朱允文而言, 还是对朱允通而言, 他们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一体两面的, 要看皇帝更看重哪一方面了? 朱镖更看重朱允文还是朱允通? 我们知道, 朱镖当了25年太子, 朱镖去世的时候, 朱允文已经16岁了, 朱允通也已经15岁了。 要知道, 朱镖的皇太孙朱瞻基, 11岁的时候就拘手北平, 在大臣的协助之下处理日常事务。 那么, 在朱镖生前, 有没有透露出他更看重朱允文还是朱允通的信息呢? 翻阅史书, 我们可以发现, 在正德年间, 大臣江青所著的江氏秘石里。 收录了朱蒂给朱元璋的一封上书, 上书里引用了朱元璋的一道诏令。 洪武25年, 真宅21日, 早朝后五十分, 朕于奉天门命, 汉林修, 转炼子名, 徐冠, 编修吴信三元, 执笔听命, 朕口战已成, 以示后人, 以便真伪, 孙允文亲母之后发行。 大致意思是, 朱元璋向皇子们发布了一道赤书, 而这道赤书, 由朱允文亲自审阅之后颁布, 皇帝的诏令, 要由皇孙亲自审阅之后才颁布, 而这名皇孙是太子的嫡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几乎就意味着, 那时候的朱允文, 已经是内定的继承人了。 而这件事发生在洪武25年, 真宅21日, 这时候的朱镖尚在人世。 所以, 要么此时朱元璋已经和朱镖商议, 确定朱允文为皇太孙, 要么朱元璋已经隔代指定朱允文为继承人。 即便后来朱镖登基, 在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轻易动摇楚位。 此外, 在明太祖时录里还记载了一件事, 礼布奏正诞东至极皇太子妃诞日, 公侯伯夫人, 文官四品以上, 五官五品以上命妇, 即位受封正七个巨服妇柔, 一殿行贺礼。 仍定一注已尽, 上命五官六品正妻, 一玉其裂, 于并从之。 这里的皇太子妃, 指的是朱允文的生母吕氏。 在《明实录》记载里, 柔仪殿出现的场合, 除了这一次命妇在这里朝见太子妃, 就只有命妇在这里朝见皇后了。 而且, 朱元璋此番还扩大了命妇朝见太子妃的范围。 也就是说, 吕氏在已经是太子妃, 板上钉钉是未来皇后的情况下, 朱元璋依然刻意抬高她的地位。 朱元璋自然罪翁之意不在酒, 这本质上抬高的是吕氏之子朱允文的地位。 而这件事发生在红武二十四年十二月, 当时的朱镖依然尚在人世。 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 早在朱镖生前, 朱元璋和朱镖就已经敲定了明朝的第三代继承人, 是朱允文。 这件事没有因为朱镖去世而改变, 自然也不会因为朱镖登基而改变。 如果朱镖没有早逝, 而是顺利登基, 他大概率还是会立朱允文为皇太子。 你觉得是不是呢?